有很多年纪不输我的,但是一样的强壮帮我把车子推了出来 所以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在坑里 但是让我们有耐心可以从这个坑里爬出来 我这个礼拜的讲道的题目呢,在我这里讲道的有史以来呢,受到最多关注的一次 这个礼拜呢,有很多的人问我说,徐牧师啊,你这个中文讲道题目的名字是不是写错了 然后呢,他们说,我没看过这个词 所以呢,我现在来解释一下 其实呢,这个题目呢,不是我创的 我是直接翻译上面的英文这个题目 但是这个英文题目也不是我自己想的 是有一位基督徒哲学家,他最近才过世的Dallas Willard 他有一本书就叫做The Great Omission 然后呢,这本书呢,他其实是有中译本的 但是呢,中文的名字呢,他翻译成大抗命 Great Rejection 但是呢,我想play cute 我想说,既然英文它是押韵的 Commission, Omission 所以呢,大使命,大抗命呢,它不押韵 所以呢,大使命,大抗命呢,它不押韵 So, you know,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the Great In Chinese, it doesn't rhyme 所以呢,我在想,使,使的话要押什么呢 So, I was thinking about that character's使 所以,我突然想到,哎,山跟使挺像的 所以呢,你如果去买中文的书呢,它叫大抗命 但是呢,我呢,为了押韵,我把大使命翻成大...没有,对,大使命呢,对照大山命 为什么我把大使命改成大山命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大使命当中,我们删除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成分 因为这个删除,因为这个不注意的删除呢,导致于我们的灵命不够成熟 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大使命,让我们再复习一次 当耶稣升天之前呢,耶稣呢,对门徒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们中英文的一起来读这一节好吗 这两节经文 请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的,你们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尝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耶稣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没有说使万民做他的信徒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大使命当中所删除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以至于我们的福音只传了一半,我们的福音不够整全 我们是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做耶稣的信徒 这两个是差别很大的 你可以相信一个东西,但是呢,你可以不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对我们华人来说呢,我们对门徒的了解是很容易的 去年呢,华人世界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家过世了 他的名字大家都熟悉,叫金庸 总而言之呢,他写的作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你想想看,你如果加入一个,如果你是武当派的弟子,武当,美国人也很知道这个名词,所以我就用武当好了 如果你决定加入武当派 如果你决定加入武当派 那呢,你不能只说我是一个武当的弟子 你得上武当山到那个地方,跟着在那里呢,你慢慢的要学武当的功夫 你不能说我觉得武当的武术很好,你就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干,你呢,要上去学你才是真正的武当弟子,武当门徒 所以什么是门徒呢? 所以什么是门徒呢? Willard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定义 他说呢,在合一的条件下,决定与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为了要能够做出那个人做的事,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所以呢,你加入,成为一个门徒,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要做你师父可以做的事情 你呢,更希望能像这个师父一样的一个人 你呢,更希望能像这个师父一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希望做什么呢? 我们不仅是相信他 我们希望也能像耶稣一样做出耶稣做的事情,这个他也曾经说过 而且耶稣甚至说过,说他走了以后,我们做的会比他做的更大 当然成为耶稣的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更能够像他 我只是随便找了一个照片来给大家看啊 这个呢,是呢,在四川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真的去上武当山学了一身的功夫下来 然后呢,他就在四川开始教武术 但是呢,显然他学的是真功夫 he's for real 所以呢,很多的老年人,比他年长很多的人 都当他的学生,当他的门徒来跟他学功夫 那在大使命当中,耶稣说,你身为一个门徒,你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去让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一个耶稣的门徒要做什么呢? 其实呢,英文的句子说得非常地清楚 耶稣说,去使万民做门徒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去,然后呢,使做门徒呢,它是一个imperative,它是一个命令句 所以呢,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是要使人做门徒 但是呢,在中文接下去就不清楚了 但是英文就非常地清楚,让我们看见,做门徒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它是用两个分词来表达的 第一个,施洗 第二个,是教导他们 第二个,是教导他们 所以呢,这个你如果读英文的话,你就可以看得非常地明白 什么是耶稣的命令?使万民做门徒 你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要给他们施洗,要教导他们 所以呢,你施洗的时候要怎么施洗呢?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那你教导,你教导什么呢? 你教导什么呢?是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命令 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大善命的问题所在了 因为我们常常把人带进来,我们让他们受了洗 但是呢,我们往往忽略了教导他们如何地来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对福音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你觉得福音信耶稣就是买一个上天堂的保险 你买了这个保险呢,你从此就高枕无忧,你就等着上天堂就行了 但是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要给他们施洗 我们也要教导这些受洗的人来学习遵守耶稣所吩咐我们所要去做的 我觉得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呢,跟约翰福音,我们通常说耶稣的道别勉励呢,其实是互相呼应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你们要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这一段,耶稣最后的劝勉呢,遵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出现非常非常多次,我只是截取几个而已 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然后在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里,弟兄姐妹们看到吗?要遵守耶稣的命令 这个也就是echo,耶稣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所说的,要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 但是呢,这里呢,提到遵守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机 我们想到遵守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要遵守一个很严格的老师 老师,父亲,母亲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成长在一个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教会 但是呢,我后来我自己发现,其实遵守最大的一个动机,其实是爱 我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不是我怕他天打雷劈,我怕他用雷把我劈死 我遵守,我愿意遵守是因为我爱神 我每次想到他是如何的拯救了像我这样的一个浪子,我心中就充满感恩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想遵守他的诫命 因为我们的人性就是如此 但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决定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在这里我也是勉励在座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也不想听你爸妈的话 但是呢,你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爱你的父母吗? 除非你的答案是说我不爱他们,那我没话讲了 但是如果你爱你的父母,有的时候你不想遵守 但是因为你爱你的父母,所以出于你对他们的爱 你听从他们,你遵守他们的话 爱是遵守最大的一个动机 接下来约翰福音十四章又说一次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然后呢,约翰到了老年的时候 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忘记他年轻的时候说过的那段话 所以在约翰一书,他重复了他在约翰福音所说的 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太深 今天我们把爱当成一种感觉了 但是呢,在这里看,有的时候爱一点都不好玩 爱呢,有的时候你要遵守 违逆着你的本性,你要遵守该遵守的 所以在这里,约翰一再地强调我们最大的一个遵守的动机就是爱 在这里呢,我想澄清一下 其实何和本翻译的不是太好 他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觉得不太恰当 他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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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神的诫命有一些很难守的 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呢,他说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翻译 所以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呢,他就说了 他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沉重的 就是直接翻译了英文的那个字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用爱作为动机来遵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呢,遵守这个事情不再是一个担子 即便是沉重,我们中文说它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我们常常说一个刚刚这个有孩子有儿子女儿的父母,他们很累 是不是个担子 当然是 但是呢,你愿意承受这个担子 同样,身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你愿意给予爱心来遵守他的诫命 在路加福音的登山宝训的版本呢,跟马太福音有一些不一样 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加了这么一句话 是马太福音没有的 所以呢,这里呢,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呢,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 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再思大使命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称呼耶稣为主,但是我们真的有照他的话去做吗? 所以我就觉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仆人的比喻当中 那个一千两的仆人,他犯的最大的致命错误是什么呢? 他就什么都没做 主人说,你至少可以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生利息 但是呢,他连存在银行都没做,他把钱埋在地下,啥也没做 所以呢,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常常也犯这个致命的错误 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觉得,that's it 但是你如果看大使命的话呢,你相信之后呢,有更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你要学习做耶稣的一个门徒,做耶稣的一个学生 在这里我很快地分享保罗的三节经文 这个呢,我们在雅各书曾经讲过,就是信心跟行为是相辅相成的 在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所以呢,英文已经念出来了,造成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中文一本,我读给大家听 他是这么翻译,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的,他说,实际上 我们是神的创作,是为了美善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 神早已预备好了美善工作,要我们在其中行事 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不只是为了来生,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做出美好的工作来 我知道行善这个字,特别是在华人社会当中呢 它有一些这个 animosity 因为行善这个字呢,在民间宗教信仰用了太多次 但是呢,其实这个字在民间宗教信仰它的意思呢,其实是功德 我们要累积功德,我们下一辈子我们才能过得好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少讲行善这件事情 但是行善是耶稣基督预备要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 在哥罗西书当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 看到吗?行善是 最后一段,这个是当保罗讲到圣经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句话我们都常常很熟悉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忽略了 圣经给了我们,目的在哪里呢?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位看到了吗? 弟兄姐妹,这个是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的保罗写的 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保罗在天上有的时候看我们地下在信心跟行为之间挣扎,他会有一点困惑,他会有一点puzzle 他会扫着他的头说,I didn't mean that 当我说音信称义的时候,我没说你们不要行善,你们不要用行为啊 在这里很明显的,他在三卷书,他勉励三个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都勉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要行善,要多多的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今生我们在做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那些美善的事情 好,今天下午,今天晚上你们会看到这个人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呢,他有一点我非常的佩服 在2017年,2017年他们赢了没有? 好像有,没有赢,没有赢,他们2017年也没有,但是呢,我2017年的时候呢,我在网上看了几篇他的报导呢,让我,其实我很讨厌他 但是呢,我读了那几篇文章之后呢,我非常的佩服他 2017年的时候,他39岁 但是呢,他们都说,这个39岁的quarterback,他打起足球来,像一个29岁的人一样 他们就把他跟Payton Manning做比较 Payton Manning 39岁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像他29岁那么会扔球了 Payton Manning, by the time he was 39, was not able to throw like he did when he was 29 但是为什么Tom Brady,他39岁的时候,他还可以扔球扔得像29岁的一样呢? 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的饮食习惯 我们都以为Tom Brady是一个party guy, right? 其实他不是的 他每天八点半睡觉 我看到这个我都很惭愧 他八点半,然后他清早起来 然后他一天呢,他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训练 他出了一本书好像叫T12 Method, right? I don't know 是不是? I think he came out with a book called T12 Method 在那里面呢,他有讲到说他一天他是如何的锻炼 每到星期五,大家练习结束的时候呢,其他的队员就离开体育馆去party去了 但是呢,我们这个四分位,他没有去party 他还留在体育馆,在那里面一直的练习扔球 然后别人访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他说,我喜欢打球 所以呢,我想打得久一点 所以呢,我愿意这么做 所以听众学会,你看动机多重要吗? 他不是被迫的 因为他喜欢 他喜欢的时候呢,他就为他喜欢的这件事情呢,他要付上一些代价 而且呢,他饮食也是非常地严谨的 早上一个smoothie 中间一个snack bar 然后呢,午饭呢,吃一点鸡肉跟蔬菜 下午的时候呢,再一个smoothie 然后晚上呢,他吃kingwa跟蔬菜 这个是他一天所吃的东西 我不知道Tom Brady有没有甜牙齿 如果你爱吃甜的话,你知道这个饮食习惯是多么的要付上代价 我很爱吃甜的 我饭后不吃甜的,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 所以我们不能打球像他一样好 这个是我非常佩服Tom Brady的一点 他为了他喜欢的事情,他为了他的目标,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弟兄姐妹,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 你为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而不是一个信徒 你有付出什么代价吗 所以保罗,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钱,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所以呢,保罗是一个运动迷啊 他如果今天活在我们21世纪的话,他会是一个 所以因为在他的书信当中有很多运动的 就给他一个灵感 如果Tom Brady,他为一个NFL的这个Super Bowl 他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付出了什么呢 我想保罗今天会问我们这个问题的 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人 你们知道是谁吗 Stanley Thornton 你们听过他吗 他现在应该三十六七岁了 这张照片应该是2012年,那个时候他三十一岁 这个三十多岁的人呢,他呢,还穿着尿布 然后呢,他还吸奶嘴 还有Pacifier,都有 然后呢,每天呢,还要有一个,这个不是他的妈妈 如果各位有兴趣,各位上YouTube可以看到TLC所做的一个,这个,National Geographic做过一个他的Documentary 这个呢,英文有一个名称就是这个病称呢,叫做Adult Baby Syndrome 就是呢,他们不想走出他的小孩子的状态 他已经三十岁了,他还想吃奶粉,他还想穿尿布,他还是想当一个Baby一样 但是这个不就是希伯来书说的吗,弟兄姐妹 这里我找了另外一个翻译,它说,按时间说你们早该做教师了,谁知还需要人在这上帝圣言基础的要道教导你们 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不吃干粮的人 但是接下来呢,他有一句话,他非常的重要,我就用这个做结束 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然后接下来说,他们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 大卫打,你还打不打足球啊?打足球啊?你多常练习? 看嘛,我们要训练 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不是说你今天相信明天你的生命就成长了,没有这种事的 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是需要训练的 我们需要训练,我们才能分别善恶 我们需要训练,我们才能分别善恶 我为什么说保罗是一个sport fan,他训练这个字很有意思啊 训练这个动词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光着身子练习 很多人都去过希腊的万神殿 在那个万神殿下面其实是有一个体育馆的 如果你有导游带你去的话呢,他会告诉你说,当初所有的运动员在你们练习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不穿衣服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选手,你进到体育馆呢,你要不穿衣服的训练 所以这里的训练当然就是我们要像选手的一样训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要相信他 而且呢,我们要成为他的一个学生,他的一个门徒,让我们的生命渐渐的有变化 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那个三十岁还在吃奶嘴的人一样 我们需要神天天更新我们 这个不是一个over night的事情 但是这是我们的祷告,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年不仅做耶稣的信徒,也让我们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一起起力来唱更新我心意 我们来自成立的信徒